欢迎收睇《要财财警台》 新闻嘉宾来自《要财证券》 研究部副经理陈伟聪先生 Jayson 你好 Niton 你好 先看看市况 没有太大的变动 仍然跌在344点 最近是19,075点 另外国企指数跌在188点 最近是9,184点 而成交方面暂时是170亿 期指跌在352点 19,043点 低税是33点 成交方面暂时有34,600多张 不如说说新地 昨天升上3% 今天回调1% 在做95.25 早前跌至接近85元的低位 随着本港的楼市气氛有点好转 新地的股价显着回调 回复出贪污案的水位 看见它也在低价 奪得北角村 我之前叫做地王的一块地皮 我自己想问一下Jayson 是否反映到管理层有贪污案前身 其实都没有了这间企业的运作 其实阻碍或多或少有 但是似乎现在市场上的焦点 都重新摆到整体的楼市的发展上 究竟那几位高层的情况是如何呢 最新都有些消息就是说 联署最快会在今个星期五 就会正式提出这个检控 到时市场反应 大家都需要去到观察一下 但是撇除这个消息不讲 或者单看昨天去买那块地 在北角 以前北角村那块 其实都属于一块非常优质的地皮 特别你看到它在北角 本身都属于港岛区的中心地带 另外你看到它那个位置 亦都是180度对着海景 基本上你说就算 未来政府会再推出一些 更加多的土地也好 但我相信都没有说哪一块 可以拍得住今次这个地皮 所以你说今次新地 都只是用六十几亿 就可以卖得到的话 其实整体的价钱 都算是比较低一些 可能有些大行都觉得 今次是叫做抽到好签 又或者都叫做执到死鸡 都令到它的资产正值 未来是有机会可以拉高 如果你说去计算 即未来这两年去到起楼 到时 如果你说在两至三年后 推出新盘 大家的估计 新盘的赤价 可以去到超过 15.6元一赤 我相信如果你说 以今次成本投得 将来可以买到这么高的价钱 其实变相对它的股价来说 都应该会有正面的帮助 其实大家 就算地皮的价钱是超低价去买到 但其实计算成本 可能市场计算过 起码万一至到万三 其实万几元一尺的楼 普罗大众都很难说可以负担不到 其实是否大家对后市 尤其是楼市方面 其实看法都不是太负面 其实就不是太负面 当然你说整体楼价的升温速度 应该会放慢下来 因为始终现在政府都说明 就说未来这几年都一定要积极 可以找回一些新的土地 来推出更加多的地皮 希望每年的楼盘 那个供应量 都可以有两万个那么多 当如果你说大家都预期了 未来推出的新土地 或者整体的楼盘供应 是会有机会增加的话 大家对于楼价 或者地产发展商在推盘的时候 都未必定价就定得太过进取 但当然这些都是要看回地区 如果你说港岛区 一些叫做一线的市区 或者好像今次说的北角村 就是说旁边就是城市花园 或者和库中心的话 整体楼价的叫价能力 就一定是会高过其他的地区 所以你说整体楼价发展 我相信都是以港岛区的方面 升幅来近都会是最大的 好啊 都顺便看一看 就是本地的地产股 现在的最新表现 新地方面现在跌0.8% 做着95.3% 都看了长实的表现 现在跌1.6% 做着96.2% 看了恒地 现在跌3.5% 做着44.3.5% 新世界发展跌2.4% 做着9.64% 信和升4000 做着12.42% 都顺便看了收租股的表现是如何 刚刚提过建议大家可以留意的 就是欺臣 跌1% 做着32.25% 加利建设 跌5仙 做着35.1% 泰股地产 跌5.5% 做着24元 旧仓跌1.7% 做着42.75% 跌7.5% 匯德峰跌2% 做着30元 3元 跌6元 刚刚提过就是欺臣 建议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不如说一下技术走势 由早前的高位都见过35元左右 都显着回调了不少下来 现在又上去32元 股价应该如何分析呢 你见到这一只很明显 近这两个星期是一个很强势的股份 你见到就算你说这几天的蚀是一样的 但是它的股价仍然能够升穿一些主要平均线 那你见到50天线亦都在前日来说正式是突破了 那如果你说看回那个技术走势来说 那我相信未来的股价 都仍是有机会继续试一些高位 那大家都可以留意回 就是说在今年4月底和5月初 那时候大概是35.5的位置 就可以当是第一个目标价 那未来如果去开幕的时候 人流整体的人流量 又或者本身店铺方面的生意额表现 是比现在市场上的预期好 相信股价未来仍有机会再试一些高位 那剩下的时间都和Jason再谈一下 就是港股现在的表现先 跌333点19,086点 另外内地方面上证指数跌14点 继续2160点 沪深300指数跌9点 继续2416点 而深淨城市升64点 9652点 其实看到内地方面 人行又继续放水 今天就以利率招标的方式 展开了100亿的逆回购操作 期限就是7天 总比利率持平是3.3% 也作次有些正回购、逆回购 一些短期的放水行动 但对市场来说 这些消息已经完全消化了 基本上 如果你说上星期减息 都帮不了市升 今次100亿的逆回购 更加自然是没有作用 所以现在市场上的情绪 还是偏向负面 特别你看到 未来美国方面 那些企业 将会公布他们的第二季度 业绩 大家都担心 究竟会不会 业绩方面 都会有些走样的情况 如果你看到 美股近期的调整 都是比较大的时候 意味着 整个环球股市的气氛 都不是太过理想 另外就是 大家都要关注 虽然你说 欧洲近期 就好像叫做 喘定下跌 但实际上 现在讲的意大利方面 都说有机会 要向欧盟那边 尋求援助 那当然你说 除了西班牙之外 另外意大利 也都要求援 会不会都代表着 欧洲的债务问题 未必那么容易去到收货呢 另外就是 救市基金 虽然你说 暂时就决定了 批那一千亿 就给西班牙 但未来 当意大利 再要拿签的时候 会不会都令到 某些国家 例如就好像 芬兰那样 都有机会 未必会继续肯去借钱 那这些因素 我相信 对于欧债的问题 或者对于欧洲股市 都有影响 至于你说 内地方面 最明显 明天公布的 那些 经济数据 特别是第二季的 GDP 我相信是比较关键的 大家现在都一面 就是看淡 所以明天 究竟会不会有机会 有些反高潮 会不会有机会 出得比较好呢 如果你说 看到GDP的数字 可以出到7.8% 流上 有这个借口 就让内地股市 做个反弹 我自己就期望 可以做好一点 让市场气氛好一点 如果股市表现好一点 多些人赚到钱 我认为消费市场 都应该可以更旺 绝对应同 谢谢Jason 我们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麻烦你也要申报一下 刚刚提到股份 你有没有自由 没有自由 我们要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 就会有郭sir 和大家继续分析大事 有东西想问郭sir 快点打电话来 电话号码 2804-6566 传电邮给我们也可以 电话地址 是askbxtron.com 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再谈